歡迎收看 大手來了 來了 你怎麼翻牌了 你怎麼翻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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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你講 為什麼 為什麼 大家好 我是孫 大家好 我是孫 在旁邊的是 哈囉 我是朋友 你知道嗎 我覺得最近發生一些事情 什麼事 我身邊不管朋友也好 或什麼也好 我會想到 人總有高潮低潮的時候 當人遇到逆境的時候 在身邊的那一半 總是很重要的 當然啊 當然要鼓勵啊 要給他支持 加油打氣啊 可是講是這樣講 可是當真的遇到的時候 往往有很多人受不了 就離他而去 如果今天不是很順利 你是不是 對 然後風光不在 你會不會離我而去 只有你Peter會離你而去 因為你沒錢離你而去 好 OK OK 那我就放心了 客人來了 看看今天是誰 歡迎光臨 謝謝 大家好 謝謝 麻糟俊與老婆結婚六年 予有一質 兩人在一起 經歷了許多風風雨雨的事件 兩人始終相隨 究竟這兩個人 對彼此有什麼話要說呢 今天我老婆她非常的獨立 而且呢我覺得在她的個性 非常的堅定 很穩重 然後很體貼 很善解的那面 每次表演完 其實呢 都是她在幫我收吉他 每次當她在聽我說話的時候 她總是很有耐心 其實我最討厭的是她不辭錯 如果說我一個人在家 因為小孩就上學 那她擔心我一個人在家 如果臨時要生的話 可能沒有人手 而且她最近又要宣傳期 所以她就會把我帶在身邊 我老婆呢 基本上是不跟我撒嬌的 通常都是我跟她撒嬌 她撒嬌 預產期是哪一天 就在這幾天了 所以我隨時 對 節目錄到一半說 對不起 我們先去生個小孩 我們要在這邊生 這樣講好了 夫妻在一起 老公事業不順的時候 其實是女人比較痛苦 太太比較痛苦 對 沒錯 對不對 沒錯 因為在家裡可能言行舉止 你就要必須很小心 因為有可能你隨便一句話 就會傷到老公的心 對 譬如說你們 你今天怎麼沒出門都在家裡 其實你是隨便問一句而已 那老公可能就會想說 你是不是要趕我說 我在家裡吃軟飯之類的 沒有意思權 沒有去賺錢 我覺得那時候 夫妻彼此之間 拿捏情緒跟的美感很重要 馬來你那時候事業陷入低潮 到底有多苦 我覺得我的個案比較特殊 因為我是談了那麼多次戀愛以後 然後到最後第38次的時候 這個女人終於要我了 其他 前面都被拋棄的 其他我是多愛 然後歌寫得超級多這樣子 然後怎麼樣愛得死去活來 到最後要不如禮堂之前 突出 都因為什麼 也不知道 那女人就說 緣分敬 所以不是因為錢的關係 不是因為錢的關係 他就 我好像不要嫁給你這個男人 你這個男人到最後 讓我有不安全感 突然感覺奇怪 突然感覺奇怪 你這樣子 還會給人家不安全感 你 我覺得這有個問題 我覺得 我這個 沒有 我沒有任何意思 這就講到這個重點 在這邊要教女孩子 不要看男生的外表 所以我就說 不要看男生的外表 不要被馬爺的外表所蒙病 像孫鵬長得多安全 對不對 不要碰碰我外表 其實我是很遜的 對不對 對不對 你看他長得那麼帥 對不對 對啦 可是至少他沒有懷孕 這麼久沒生啊 什麼 什麼是懷孕這麼久沒生 第一個 我覺得他的肚子好像懷孕很久沒生 對我的外表 他覺得說 您這個長得是完全的 沒有狗體性的 但是會有生配性的 對啦 然後呢 像我的身材 對不對 我的身材 我也不是從小這樣子的啊 所以你也曾經好過就對了 我跟你講 我們男人在這個社會上 糟糕不吵鬧啊 靠的是才氣 好黑喔 那既然你這麼有才氣 怎麼會每次要步入禮堂之前 你就被拋棄了呢 不是被拋棄 是對方沒有福氣 漂亮 你這個長得 可以再恩愛一點沒關係 不是 你說這種感同身受的感覺 你說我們 什麼叫感同身受 你看 我們兩個 什麼叫感同身受 每次走在這個路上的時候呢 當我們這樣走在路上 當初的女性的同胞們 望著我們的時候呢 我們還是會回到老婆身邊 好不好 好不好 我跟你講一切靜在不言中 你 我知道就對了 我今天 你放心 我這一集絕對是低調 為什麼 絕對會聲音很小 所以因為有小baby在 你放心 所以你今天 你現在不用安撫我 我今天絕對不會激動 對 其實我們剛剛問馬爺說 他低潮的時候有多低潮 其實問他 我想了解 問他是錯的 應該要問他身邊的這一位 嫂子 你是碰到嫂子以後 你才碰到人生的低潮 對 對 我碰到人生的 你有沒有那麼衰 這麼衰 他都衰 我剛剛說 小孩太慘了 沒有 我這樣講話大聲了嗎 小妹不才 沒有 我們現在就問 當年 當時 馬爺低潮的時候 他有多麼的 低潮 不順利 其實 那個真的是 這個怎麼套句俗話來講 真是雪上加霜 身上只剩下多少錢 兩塊 哎喲 那幸福了 那幸福了 你的兩塊是兩塊錢還是兩萬塊 對 那時候 聽說那時候還被倒會對不對 對 都已經夠慘了 就已經遇到天災了 然後那時候想說怎麼辦 那些貸款還是要付啊 那些器材啊 都是貸款 那我們想這樣好了 起個會 以會養會 總可以度過吧 對 就非常不巧的 我有把會錢給五六十萬 又給弄丟了 對 它不是倒會 是呢 我快倒了 我會倒了 弄丟了是什麼意思 丟了 不過呢 這個說起來其實我 我心裡面覺得還是 到現在想起來 我還真的覺得有這個太太真好 其實她是為了什麼呢 因為那時候我根本沒有收入 我還會丟錢 好 不是 你知道嗎 這個女人是怎麼了 對 真的 欸不對 然後呢 為了要維持假期 所以她重新回到她以前工作的地方 在Pub 然後要去唱歌 而且才剛剛生產完 然後做完月子 就馬上要去工作了 那 其實她上台是非常的緊張 因為馬上就要上台了 然後呢 剛好一個包包 還要去補個妝藥什麼 結果包包就忘記放在洗手間了 所以一上台 哇 那錢放在那邊幾十萬這樣 然後在台上還有唱歌 等於下台 哇 什麼都沒有了 你知道那種的心情 我現在想我真的 一起雞皮疙瘩 真的是很不捨得 真的不捨得 那後來怎麼辦 連那時候多喝一口牛奶 你知道嗎 孕婦需要喝牛奶 小朋友她一歲多 她也需要喝鮮奶 那你指著我說我也要喝鮮奶 對 我從小 你還好 我從小喝母奶 我還沒餵得滿好的嘛 不是 所以那時候就連多喝一口牛奶都會捨不得 然後會跟肚子面的寶寶 就會跟她講說 我會告訴她說 我說你忍耐一點 媽媽現在為了姐姐 姐姐現在比較重要 姐姐要長高 所以你少喝一點 等到你出來 媽媽再多補給你一點 就這樣 那種 你知道那個媽媽 心裡面的那個盤算 連一口牛奶都要算 可是我聽了這個感人的故事 我的感覺是 你們很會生 一胎接一胎 對啊 而且說重就重 然後也很敢 其實我們在孩子身上 反而我們找到很多快樂 對 我們找到 其實我們祝福其實是很多 只是那個時候我們看不見 我們可能覺得說 哎呀 用一個小孩子出來 怎麼辦 拿一份錢 什麼錢 什麼錢 那往後的那些費用 想接踵而來會讓你很擔心 也許以前我們是做藝人 現在當然 我是覺得多了一個 不同樣的一個心態 來去面對這樣子一個演藝的工作 那無非就是個工作 如果真的不夠沒有關係 下完通告 我還可以回家去煮牛肉麵 我覺得我賣個牛肉麵 我可以把小孩子這樣好好的去陪著他們 我覺得最重要的 你也有賣麵的故事 我沒有賣麵的故事 他們有這種想法 對啊 跟我們一樣啊 是嗎 我當初嫁給他也是 這要再問 當然 他賣麵的想法 賣麵 老闆 一個是年後面 一個是前阿咪 因為當初我有問他 我說老公哪... 那個時候我們還在談戀 還沒有結婚 我就問他說 萬一哪天 因為其實我今天是 我很有危機意識的人 我說哪天你不紅 你不紅的時候 你沒有收入的時候 你怎麼辦 我很怕那種男生 尤其是男藝人下不來 很擔心 我就問他 如果他沒有工作他怎麼辦 他說我去賣麵 我說好 我嫁給你 你去賣麵我會幫你行動 漂亮啦 但是呢 到現在還沒有資格去賣麵 我跟你講 當年是我隨便講講的 對 我就... 就不要吐弄啦 沒有沒有 我是真的 我有這個最壞的打算 不...你這樣講 我覺得只是為了效果而已 我覺得 我覺得你是會去賣麵的一個人 是嗎 真的 憑你的外型對不對 來了全部都是女性 看什麼 我也是相信才嫁給你 你看好像我不相信 小生 Baby 哈哈哈哈 這個馬嫂嫁給馬爺的時候 是 狀況還不錯 剛結婚還不錯 對 後來馬爺事業走下坡 是 那嫂子你會不會覺得是你代曬給他 哈哈哈哈 那應該不是嫂子 那是石女嗎 那會... 那會... 石女 問我們馬哥會不會覺得這個老婆代曬 沒有 馬哥當然說不會 我們要問 對不對 馬嫂 你會不會覺得 責怪自己的 有耶 最後我跟妳講 有啊 你怪嫂子 是他有 還是你有 我有 他有耶 我老實說我有 因為當時我還沒覺得 Baby 小人 沒事 馬的好 我好怎麼會被人家弄到 好辛苦啊 金牛粽怎麼可能會這樣子 怪別人耶 不會好賽事你嫌棄我 沒有 不要 我看我幹嘛陪著你一起罵我自己啊 對你為什麼呢 你為什麼覺得他代曬呢 沒有 怎麼這樣想 我覺得說我還沒有結婚之前啊 好的 我做什麼都很順 然後結婚之後你什麼事情都要干預我 就是連我想什麼都要幫忙我 還非得幫忙到底不可 對不對 那我覺得我做任何事 因為你控制了我 因為你把我的思想給左右 所以呢 我的創作我選不出來了 因為你改變了我 你嘗試要改變我 所以我做任何事情 就完全沒有辦法 按照我馬照去以前的方式 所以我今天如果不成功的話 你要負一半的責任 是 你好幼稚 是你 那你 嫂子 那馬爺當你這樣想 你的感覺是什麼 我還單身的時候我過得蠻好的 好像一件衣服還可以買到上千 或者是怎麼嫁給你之後 怎麼去跟人家菜市場 對 就挖 原來是挖戴曬的對不對 我們兩個算是先生的這個 互相戴曬這樣 那所以 你怎麼忍過來 那段時間你怎麼忍過來 其實已經講到最後的打算就是 不然離任了 對 那這麼痛苦兩個人的話 不然把問題弄到最簡單 你歸你我歸我 那個時候是這樣想 可是 真的話說出口 他問我那離婚啊 我也很爽快 我說好啊 就離啊 可是 心裡面是不是 是不是真想你 我不會 對不對 對不對 很了 我在車上吵 不能在家裡吵 怨夫怨母在 總是不要讓老人家擔心 然後他還抱著 他那時候 還抱著我九個月大的女兒 然後在車上吵 然後女兒在那邊睡著 你知道那種心情都不忍 如果就這樣分開的話 我沒辦法每天陪著小孩 然後小孩子沒有辦法常常看到父親 我覺得那種感覺 我覺得我不能當個這樣的父親 可是 就在現實的環境裡面 不能不這樣這麼去做 因為他很堅持要住在台中 可是我覺得我在台中我根本沒有辦法 我必須要去台北 那裡才是我的戰場 你的舞台 對 你說一個武士沒有戰爭可以打 他只能去流浪的 突然旁邊有一個教會 然後他開始禱告 吵一吵突然打光 我就突然因為我覺得 奇怪我怎麼人生走到這麼盡頭啊 走到沒路可以走了 我說如果世界上真有這個神的話 真有這位神的話 是有至於我神奇的力量 對 那你來見我啦 不如 對 我們就快過不下去了 玩不下去了 結果神終於出現了 真的耶 隔天就馬上那個 我們音樂班的 有一位家長就打掉來 去邀請我們去聽那個佛音的晚會 所以我們就這麼神奇 可是你們還有心情去聽也不容易 就已經吵到要離婚了 還一起去聽 可是那個呢 就是說我們是被美麗的陷害 他就講說 媽老師 你是不是能來幫忙我們 因為我知道你工作室 也有一些困難在裡面 那你來幫忙我們 像我們的節目啊 我們的影響啊 來幫我們看一下 我心裡想說拿人錢才與人蕭蕭 因為他說沒關係 我們可以再幫助你 那你如果想再重新做個 他沒有講很明 但是說我可以擋一點人給你 對 對 你覺得那也是一個工作 對 我就跟他講 你就進去撇吧 然後進去 我當年跟他發生問題的時候 我不是去教會 我是要新墊一個土基層 去那邊找朋友海班 五天 五天就有女朋友 對... 真的嗎 真的嗎 你是什麼來人啊 都不可以做出這種事情 沒有... 對不起 好 接下來我們進入默契大考驗 好 接著我們要進行的是默契大考驗啦 來賓如果十題全速打對 即可獲得豪華的飯店度假券喔 來賓們可要好好加油啦 第一題 兩人交往多久後第一次牽手 五... 四... 三... 二... 一... 第... 二... 第二次 第一個星期 一個星期 一個星期後牽手 馬爺是說第二次 第二次約會牽手 是不是 那等於是 你們第二次在約會的時候 是經過一個星期就對了 沒有 基本上我們這樣問的話 我們還是一頭霧水 你們兩個彼此溝通一下 來看一下你 為什麼 對啊 對 一個星期之後嘛 再碰第二次面 第二次面 因為我在台中 對 所以它第二次等於是 從台北又下來 所以一個禮拜後 對 所以我們可以過嗎 那是對的 對 是 答對了 對嘛 一個一定要算日子嘛 是... 對 那我算總共幾次嘛 馬爺金螺座 我沒有這麼準 怎麼沒有這麼準 三千算幾次 好 第二題 馬爺求婚的地點在哪裡 5 4 3 2 1 好浪漫 答對 大石頭上面 南投三上 答對了 三上 4 為什麼要大石頭上面呢 來 請講 對啊 為什麼 沒有 因為 我也覺得很奇怪 本來那一片草原 它是很平坦的一片草原 怎麼突然間會有一顆 很大的石頭擺在那 然後呢 聽說啦 事後他告訴我 他說 那個是 他好像用24瓶的米酒 叫我們原住民同胞 然後把它搬上去 還弄那個什麼 小怪手 是不是 對 還這樣把它拎上去 然後在那裡 跟他們講說 哪一天我要帶我喜歡的女生 來這裡求婚 真的喔 你早就有計劃好 可是那個時候對象還不是他 是 所以你就設計這個點 對 你可以當編輯喔 我跟你講男人結了婚以後 都有這編劇的潛能 就會發生了你知道嗎 真的喔 對 因為為了婚姻嘛 你常出去搬喔 我沒有 被文獻 他對我是沒有 我不知道他有對誰 對誰都沒有 對誰都沒有 對誰都沒有都沒有 明星人會吵架 所以那一次那個大石頭買 是為了求婚 對 其實那時候我 你為什麼求婚一定要在大石頭上面 那等一下有一張照片 你就可以看到 那個 憧憬非常的美麗 而且我覺得要 那個有平坦的草原上不行嗎 就平坦的草原上面嘛 那有一 那前面的都是那個山藍 然後那個 就是要有一個 石頭在裡面才代表說 我們的愛情呢 堅若磐石 喔 所以我跟你講 那個電視機前面的女孩子 求婚不一定要鑽石 石頭也可以 你知道嗎 大石頭上面放個小石頭 我可能會答應得更快 你有這樣講嗎 嫂子 我不敢 那時候是一想四下無人 而且在山上 對 性命重要 對 他的石頭 搬在那個最邊邊 靠山崖的地方 對 前面有個大鞋坡 你有兩個選擇 第一個嫁給我 第二個外車下去 對 我把你吹下去 沒有這麼陰險好不好 你是求婚好不好 沒有... 你做什麼效果啊 兩個人第一次約會是在民國幾年 五 四 三 二 一 87年答對了 為什麼記那麼清楚 好像十年前嘛 就剛好十年前嘛 記得就十年了 就是十年 對 對 下一題 保安嫂最喜歡的一首歌是哪一首 五 四 八 四 三 二 一 OK 起初的愛 答對 哦 錯了 我記得他在這裡 真的是灌難見真 這是什麼時候的歌 這個是一首新的歌 是 你們在打歌嘛 你們在看什麼東西啊 默契 默契 對啊 起初的愛 你現在這一個專輯就是起初的愛 OK OK 記得要去買喔 起初的愛 好 第五題 馬爺目前的腰圍是多少 9 8 7 6 5 4 8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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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2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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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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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1 2 2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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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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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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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2 然後就見到他低著頭說 好...有什麼陣營 死啦 大家戰沒事 死啦 因為沒想到 自己馬真的正點到這樣子 怎麼會 狠狠 直接是不是 碰到殺手 殺手 因為這一季就愛到 對 決定要去 對 山上路的大石頭 太厲害 OK 來 第七題 馬爺送過什麼最貴重的禮物 5 4 3 2 1 手錶 手錶 答對了 答對了 真的很有默契 其實我覺得剛剛那一題應該過 因為他 剛開始真的有寫錢 謝謝... 我講真的 不是 我第一... 我覺得金牛座的人 就是有這種 溫柔寄貼善人 我講還有外表 還有外表 很勉勵 對... 那這個我真的必須要承認 對 我也承認 對... 你差很多啦 不是 我們還有三題 當他全部一路答對的時候 你最後再做這個決定 不是更正點嗎 你現在做這個決定他對了 結果下一題錯 對 你幹嘛 不要這樣子 不要這樣子 要善良 善良 第八題 老婆懷孕的時候 體重最重的是幾公斤 他有三個 要說哪一個 3 2 現在這一個 1 現在這一個 等一下 現在這一個 因為他生三個嘛 現在這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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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十七的六十七 八 八 六十七 我現在好緊張 我要跟你們加油 加油... 你們是親戚來錄影 怎麼親那麼成這樣子 台中... 你剛剛有交代我 有小寶寶在啊 他會帶給福氣啊 公平... 好不好 我這個時候 護短... 為什麼這麼清楚 為什麼這麼清楚 你現在是六十七公斤呢 因為前天早上 才陪他去產檢嘛 你再陪他啊 當然知道啊 OK啦 第九題 第九題 馬爺自己的第一張唱片 是在哪一年發行的 5 4 3 2 1 1987年 民國79年 不是 76 你那個金牛做的 這個太難了 誰會記得是這樣啦 這太難了嘛 而且我們差的蠻多歲數 那個時候 對啊 我年紀還小不懂事 而且還不認識啊 不是 我不要這樣 我們要做小孩子的 你過戲大討厭 你要討厭人家 在一起以後的狀況嘛 好... 對不起 那我比一題好不好 好... 再補一個嘛 補他們在一起以後的狀況的事情 這個不算 請寫出彼此之間的星座 這... 4 4 4 這送得太厲害了 送得太厲害了 這個不太送了 這個又不轉得太嚴重了 這個太嚴重了 要幫我怎麼辦 剛才他打錯 你幹給我 幹給他 真這樣子 來 我們夫妻請聽一下 這兩位 這麼牽長的夫妻聲稱的一句 真的 謝謝 不客氣 我也是為了自己幸福著想 好不好 答對了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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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冷靜一點 冷靜 OK 我發現他真的很愛你耶 他現在真的對你好好 好 最後一題 馬爺製作過的唱片 最滿意的是哪一張 裡面的歌 專輯名稱 好 4 3 2 1 1 2 1 1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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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2 3 2 3 3 4 4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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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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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吃五穀雜糧 哪個不放屁的 可是你也不需要放屁 放到大家都知道啊 對啊 不是 他那個放屁 還有一個更狠的地方 真的 我要講一下 你知道他好喜歡 在被我裡面放屁 然後 好了 你自己放屁 然後我要 我覺得 不行了 等一下會有毒氣 我把它掀起來給他刪三封 他說 不要 就問一下什麼 你這個變態老頭 真貴 什麼叫真貴 我還有人家 我還要 你是不是這樣整自己老婆 是嗎 什麼叫真貴的 掀起來的時候那種 突然那種 哇 很刺激 對 是 這一題呢 我們就來評評你 看誰有道理 請舉牌 你也舉 我也得舉是不是 不行 沒辦法 我就是從老公的人 沒有 不是 說的啊 不過 只敢放肥給你 對 在這間 你這裡放 放馬過來 放屁過來 欸 下一個 欸 欸 三尼 撈到小孩 會嗎 會 看不出來喔 會 看不出來喔 你每天早上一起床的時候 然後就開始 你真的不起床 然後頭髮 然後你在那個 就這樣這樣 一早前就這樣 一起床就開始喔 對 是不是 怎樣的撈刀 怎樣你覺得他撈刀 我覺得 叫小孩子起床 吃早餐什麼時候就撈刀嗎 吃 學阿 哇 沒關係 你講實話 我們這個節目是要講實話的 我覺得做媽媽的講小孩是正常的 對 可是 因為我們做爸爸要很嚴父 平常都不哈啦 你好像軍人喔 要很嚴父 我想是要這樣子 對 是要這樣子 你知道嗎 所以媽媽講小孩是對的 那萬一小孩賴床啊 上課來不及啦 那媽媽一定會罵 你看昨天晚上叫你早睡 你就不願意早睡 那你現在 好啦 來不及了 早餐又吃那麼少啊 這個才奇妙 我講話有問題 為什麼每個媽媽講的 怎麼都一樣啊 因為這些工作都是媽媽在做 好啦 那以後 從今天開始 以後都是你們做 我看你會不會嘮叨 這句話我也講過耶 這以後就是 好啦 那這樣 馬妍 我現在來求證一下 嫂子 我請問你 你是不是下床氣 真的不是 為什麼 你對我大聲 真的 這樣就對了 我就是你對我大聲 好 大聲 到底誰有理 請舉牌 你怎麼翻牌了 你是怎麼了 你怎麼翻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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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 因為有這個機會呢 上了這個節目以後呢 我才深深了解了 夫妻相處之道的 大道理 對不對 你不會記 你怎麼翻牌 下一題 襪子隨處可見 哎呀 正常 正常 這很正常啊 沒什麼好受不了的 對嗎 每一個老公都這樣子 每一對 幾乎每一對 就是都是襪子嗎 很正常 有的還不只襪子 這是最輕微的 那你們家比較聚聚 你們家特定都內褲啊 沒有 還有病 還有病嚴重的 怎麼樣 到處亂 到處亂 蛤 真的這個 真的是 曾經有一個先生 為了送太太回家 受不了 跑到門口 從一樓跑到四樓 然後到門口 來不及 就掃出來 那是另外 真的是 但是我覺得襪子這個東西 其實是情有可原 人又胖 又懶得蹲下去撿 所以就乾脆就讓它在原地 你這個不知道是支持我 還是 OK 好不好 到底誰有理 是 現在請舉牌 我是個卑鄙小人 好不好 我做了嗎 你累了嗎 你現在還清醒嗎 不是 你還沒有唱歌嗎 不是 我是覺得 我很感謝來這個節目 讓我有個改過自新的機會 我以後絕對不會 隨便亂丟襪子 你發誓 你發誓 對不對 全國的觀眾面前你發誓 我是說我不要隨便亂丟 譬如說坐在客廳的沙發的時候 不要丟到那邊去 把他丟到這邊就好了 這題是男生有理 我覺得這個習慣很好 習慣問題 這習慣太好了 沒有 這是我們台灣的男生的好習慣 這樣 很好啊 就有家的感覺嘛 對 回家了 我們不會在亂公司亂丟襪子 男人在外面工作很辛苦 讓人回到家裡就很放鬆 隨便亂丟嘛 沒關係 我們撿 好 我們撿 好 就撿了 再來 下一個 挑食 奇怪 我覺得挑食 我本來覺得 反而應該是馬爺挑食 我挑食 我跟你講他這種體型 不可能挑食 什麼意思 這個音樂太傷毛了 可是滿貼切的 他一定是不挑食 才能夠造成今天的 這樣子龐大的體積 Milson不要講龐大好不好 我們要講寬碩這樣好不好 寬碩 豪邁 豪邁 你能不能用大象啊 豪邁 後面沒有什麼河馬的 好 我們冰冰禮 看看誰有禮 你為什麼是屁 你為什麼是屁 我覺得這我沒辦法說 抗議 抗議 因為呢 每次要吃的東西 我們因為你看長那麼胖 當然是 不 長這麼壯 對不對 當然是有它的原因 我覺得吃是一種享受 不能再說自己壯好不好 馬爺 你就面對嘛 這樣 誠實嘛 那不要講我胖嘛 講我肥也無所謂啊 對不對 就不能講我胖嘛 胖是一種病態 不是 我是覺得你很陰庭 我肥也無所謂啊 我覺得 我說肚子很陰庭 哈哈 我本來講 說實話的 最俊俏 俊俏俊俏 謝謝你 吃是一種享受嘛 我們又不喝酒 對不對 好奇怪 也不會去外面亂七八糟 對不對 一有時間就陪小孩給家庭 我也只有 吃是覺得一種享受嘛 是 鯊魚乾 等釣魚 等等 釣魚用具太投入 到半夜 喜歡研究釣具 釣竿 保養 然後沒事 沒事拉出來這樣 釣釣釣 男魚人 對不對 男魚人 叫什麼男魚人 我有一個問 妹很悶 男魚人 老師怎麼會這樣 對 但是你知道嗎 他每次他都把魚乾 拿到床上來 然後就這樣 一繩一縮 你看 然後一下 又把他縮短 一下又繩他 搞得我意志很難 你知道嗎 你覺得這樣很無聊 很難 對 一個平 一個寧靜的夜晚 一個想要享受一個浪漫的夜晚 他就給你搞一個魚乾在那裡 對不對 一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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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在那邊耍一耍 對 有沒有魚溝呢 你上面有沒有魚溝呢 對 他有時候還會綁上去 然後就在那裡這樣 玩不玩 就是這樣危險 他不會 然後看技術對不對 技術 真的 有技術嘛 對不對 拚不拚就能三個 三個小孩的技術 當然沒話講 可是我本來憑良心講 我會這樣玩 但不會在自己的床上玩 床上啊 誰會在床上玩釣魚乾呢 他也愛釣魚 他現在比較愛打高爾夫球 但是他一樣 只是你們拿不同的東西 上床而已 你在床上 你們在床上 打高爾夫球 是什麼 好嗨 好嗨 電視機在後面對不對 對 拿個球乾淨在那邊揮 我 欸 旁邊撞紅 你就比較小臉 那個後面有電視 他就在那邊揮了 那更猛 對 好 我們看女生有理 還是男生有理 請舉牌 你等一下 我們這邊是二對二 你為什麼說男生無理 為什麼 為什麼 說 姐姐讓你扣 好 你又沒有結過婚 你怎麼會說我們這種事無理 你懂得男人嗎 是啊 你男朋友這樣子在床上也很好啊 專心陪在你身邊 你願意在床上面去玩釣魚乾 也不要拿人勾去勾別的女人嘛 對不對 你這樣對不對 你有什麼道理 說女生 你講 說 不要在床上 對 不要 什麼地方你知道嗎 不要在床上 那如果說你今天男朋友說 我要去看一下釣竿 結果一出去到地下室 或是到外面公園看 兩個小時你可以嗎 時間就睡覺就好 不要到處跑 真的是沒問題 可是我還是覺得 在床上晚一點沒關係 沒關係嘛 對不對 是不是 尤其那是上房間這樣 對不對 這樣 壞掉 對啊 開球的時候 等一下就啪 兩百多 對啊 對不對 原則上我們還是 我們贏 我們贏 我們三票 好 你們贏 你們贏 好不好 你們贏 你們贏沒關係 我們釣竿還是一張 照報榜 來 國中 大忙 大嫂 來了 出席大嫂 這月之前呢 因為他沒有請助理 那我們就是他的 打雜的那種助理 不要說打雜 哎呦好累 哎呦好累 我們 我們甘心樂意 好快樂 然後呢 我們總是 就是跟著他後面 譬如拿一些宣傳服啊 什麼什麼的 然後有一次 真的 我就真的忘了 衣服 結果 對 我上 上台去演唱了 我說我快拿衣服 我趕快換這樣 我說衣服呢 衣服去哪裡了 呀 結果 完蛋 結果你知道怎麼解決 掛掉 對 然後他說 然後呢 演唱 路邊 剛好有賣 因為你一般的店 你根本找不到我的size 結果路邊 隨便啦 顏色纖維就可以了 結果就穿上去了 一上來唱歌 覺得自己好像一個兄弟 好像一個娘 鴿子 鴿子 修理 OK 一致通過 出心大意 再來 開車時外罵人 上帝不會原諒 對 你不要笑我孫蓬 你開車不會罵人嗎 對不對 我會勸 你怎麼勸 用三個字來勸 不是 白癡 那個一定是女生 重點來囉 結果每次證明真的是女生 哈哈哈哈 我真的斷練了 真的 我現在斷練呢 就是大概60% 40%的比例 這樣 你怎麼 白癡 你怎樣 會不會開車 跟你騎摩托車好不好 然後呢 就這樣 你不要開車算 你走路好不好 走路比你還快 這樣 然後呢開 然後我倒是不會 講說是 一定是女生 其實大概60% 我會講 一定是個女的 這樣 所以看過去 是個男的時候 更爽 就這樣 大白癡 你這樣不能罵 女的這個白就算了嘛 他在開車的時候 我發現一個男生開車很遜 你看 男的也是有很遜的 在開什麼車嘛 沒關係 不管是男的 女的 那樣開車的 都是白癡 冷靜 預彩期快到 冷靜 冷靜 太冷靜了 那我們來評評你看是誰 對呢 誰有理 請舉牌 不是 你怎麼翻盤 你怎麼翻盤 你這要報仇 你又不舉 真是夫妻一體 對啦 我覺得就是說 開車的時候可以指導人家 不是啦 尤其是現在的交通 本來就滿亂的 有些時候 女人也很想把車開好 對 可是車太多了嘛 真的 我們家室太多 事情想太多 有小孩要照顧 恍神啊 就沒有辦法去考慮到 這麼精準說 這一條路我要怎麼走 要怎麼右轉 怎麼左轉 所以有些時候 小吐齒也是應該的嘛 但是罵的時候 不要讓被罵的人聽到 比較重要 對 不 要罵之後 就先關窗 對… 這是很重要的 真是對默契十足又可愛的夫妻 除此之外 貼心的馬兆俊還這地安排了一首歌曲 要獻給他的老婆 我們趕快來聽聽看吧 莫名字 儘管 歌曲 獵巫 《青山羊群》 歌曲 《青山羊群》 有什么难存在 再不会满足开怀 把心都藏进来 祝我心之爱 祝我心之爱 有什么难存在 再不会满足开怀 收拾起伤悲 满怀期待 再回到起初的爱 谢谢马云 谢谢 谢谢 祝我们这家健康快乐 谢谢 好